好,这个耐格台风跟东北季风共伴效应之下 一年两天是强风咒语 造成光风公路边坡土石泥流 冲断大树电杆来阻断道路的交通 民众无奈只能回头绕远路了 花莲公屋段也紧急试调派机具到场来排除路障 尽快抢修的同时也呼吁用路人 经过这一段路千万要小心注意 这两天受到耐格台风外围环流 以及东北季风共伴效应下 花莲中区豪大雨不断 光风公路不敌 雨淡袭击在16公里处发生上边坡摊坊 大量土石泥流 大树电杆倒落在道路上 东西向交通整个阻断 边系光复雨风冰 冰箱主要道路因豪雨沉灾交通中断 拥路人也很无奈 所以这个是什么时候跑下来的 前天是我过的时候在 金星岡也倒下来 我们又跑回去 然后早上6点多又跑回来 在这个半路又分山 又没有办法过又回头 然后现在又在看着 刚好快手在那边挖整理 你在等着要过去 对对对 昨天救货之灾情的公路局花莲公物段 也在今年一早调派抢修团队人员 机具倒载还现场清滩 将占据整个道路的泥流石块 及大树组一清除 并且在1号下午2点多左右 顺利排除路障 全线回复通行 不过公路总局还是呼吁用路人 强降雨期间 非必要请避免行驶山区公路 并且留意公路交通相关资讯 随时掌握路况 才能确保行的安全 记者是玉兰光复采访报导